百年羊樓 復古外觀 金石棠城中殿在重慶南路 駐立了34年 已經成了地標等級的老招牌 居然也掛上拍賣的促銷布條 因為租約到期 房東部續約 金石棠在臉書粉絲團公告 確定歇業 34年的歷史 即將在6月底劃上句點 當然就是可惜 但是如果沒有人願意出來 就是有能力的人不願意 或者說沒有辦法 但是他有什麼計畫的話 我想也不是我們外人可以去影響 我常常來 我常常我 等一下就是要到裡面去 當然可惜 很可惜 他這間的 裡面的書的內容都很好 駐足在曾經是日之時期 台北城最防滑的交叉口 金石棠表示 因為和房東沒取得共識 加上城中商圈專心太快 過去一條街全盛時期 有將近上百家書店 如今剩下不到十家 重慶南路上因為租金問題 跟商圈轉型 過去琳琅滿目的書店 現在都一家一家的倒閉 改成商旅飯店 入不敷出 當然是這種東西的話 就是說房租高 但是我們的收入 沒有辦法達到均衡的時候 老店都是為了一個名字 那我們今天來撐撐撐 撐了很久的時候 沒辦法撐下去 當然是我們只有收掉 看開財政部統計 書籍的出版營利事業 銷售額從2012年開始到2016年 短短四年之間從352億 調到了182億 少了將近一半 賺得少但房租卻水漲船高 讓老字號都接連 舉白騎投降 租金的部分的話 在這幾年的話 也有差不多5%以上的漲幅 所以說對一些書店來講的話 可能負擔相對會比較辛苦一些 傳統書店退出又因為臨近西門町商圈 吸引了商旅業者進駐 雖然許多網友酷喊 不想讓書店一條街變成商旅一條街 但恐怕難擋這一波 轉型巨浪 3D新聞中紀委戴慈輝 台北報導 都 散 冠 4D 感谢观看